近旧金山伯克来之后 南湾圣塔克拉拉市对第三方外卖服务的收费 限制不得超过15% 来看一组南湾简讯 万二全报道 圣塔克拉拉市从9月1号起 限制Doordash和UberEats等公司 可以收取的外卖费用不得超过15% 疫情期间许多餐馆依靠外卖才能生存 但是抱怨第三方外卖服务收取的费用太高 有的甚至高达30% 造成商家另一个负担 旧金山伯克来已经有同样的限制令 日前史丹佛大学宣布禁止游客入内 主要原因是应付秋季开学部分恢复的教学和研究 今天校方公布细节 哪些地区是仍然允许公众进入 该校也依照加州公共卫生局 对大学的指导方针实施 以增加校园活动 想了解史丹佛校园的禁区 可以上该校网站查询 森佛特尔县的十四所小学 森佛特尔县的两所学校和三个学区 已获批准重新开放 以进行面对面的教学 其中一些最快在下周开始 目前大部分学校只开放给特殊生 及英语需要加强的学生 面对面授课 Campbell联合学区已经被批准 幼稚园到六年级可以回校上课 目前申请回校上课 大部分都是私立学校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 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 sbtv.ktsf.com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